應該是我家門口的一個前面的風景 蠟畫大師陳國強向在場參觀民眾 一一介紹自己的作品與創作理念 那現在兩個顏色 我直接就在上面做 為了讓參觀民眾了解蠟畫製作的過程與難度 陳國強還特別秀了一段 用吹風機與電燙斗的作畫方法 讓現場人士驚呼連連 不少人拿起手機記錄下這種少見的創作方式 把各種世界上能夠找得到的植物的蠟 或者是那個物質裡面的蠟 全部都是用天然的蠟然後去做畫 那因為要用燒的 所以他還是維持了他的原來的 incoastical的精神 台灣第一個畫這個蠟畫的作家 那也是我們第一任的公民會館館長 王惠玲王館長 是他個人認識這樣的一個陳國強老師 所以也因緣際會的就推薦陳國強老師 來我們中山公民會館展這個蠟畫 油畫山水畫是藝術創作展中常見的作品 但是用蠟製成的畫作在台灣卻很少見 目前在中山公民會館展出的 陳國強藝術創作展 每一幅作品都是用蠟製成的 也讓觀眾見識不同的創作風格與視覺挑戰 凱布大臺北數位新聞顧自明 陳國謀道 陳國謀道 陳國謀道